一点太阳没有 看这个天今天就知道好冷啊 大家好 我是老田 西北风刮起来了 这两天绍兴降温了 我上次不是 从一个农庄朋友那里订了一千斤咸肉吗 打电话给我说 天气凉了 咸肉可以腌了 肉已经全部买好了 买了好几天才把这个肉买齐说 因为要的是中间的一段 不太好买这个肉 是一天定一点 一天定一点 今天全部准备好了以后 让我过去一趟说 开始咸咸肉了 拍一下让大家看看 好 架子都搭好了 准备开始腌肉了啊 真是买来的肉吗 都是新鲜肉 都是挑这个中段 上面排骨带的多吗 排骨多的也有 这一小节排骨带的啊 排骨的也有 少的也有 能看到这边吗 带一点点排骨 它有大有小的嘛 切的肉它不一定嘛 这哦 这点还有点脆骨的 这块上面排骨就带的多一些 其实挑着中间的肉不太好挑啊 这个就少一点这块 没一点 对 你看这两块肉 大小相差这么多 它晒出来以后 要少了好多的分量这个要 你还在这里啊 还是新鲜猪脚 这个是多重的大概啊 大概两斤两斤多吧 两斤多 那晒出来也没多少了 其实看着这么大一块 晒出来以后缩的好多的会 直接看成这两半这样晒 买的都是这个五花条肉 买回来以后自己分割分割成一条一条的 这样晒的 看着这么长这么大晒出来 缩小好多的 看到吧 正宗的五花条肉 这个肉啊 给它洗干净以后 要挂在这里把水先晾干 晾干 晾干以后还要再分割 农庄门口 刚刚搭了这个架子 全部留着晒这个咸肉的啊 其实这种咸肉啊 就是肥一点的才香啊 越晒越香 大家看到吧 这个油度好像低晒到这个 我喜欢吃肥一点的 但是很多人跟我说啊 定的时候要那个就是半肥半瘦 稍微瘦一点的 所以说我们全部是用那个五花条肉来做的 这个是没有上面没有排骨的 就是逛一层那个五花肉 五花肉它本身就是稍微有点肥的 这种咸肉你弄点笋一针 虽然肥但是特别香啊 我是爱吃这个东西的 把油全部给它晒滴出来 农庄里他们自己开垫的这个小菜园 一拢一拢的都是种的不同的东西 最边上的应该是辣椒那个 这个大蒜都成黄叶子了 这个绿叶菜应该是芹菜吧 边上还有一拢这个包心菜 这里就是刚才那个条肉 腌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炒的花椒盐提前焯好给它放凉 就可以腌了今天 我们把上面一节这个肥的 店头上的那些肥的 全部给它切下来了 这个是不用的 留着做扣漏用的 就是上面的一节 蒸笼蒸菜啊 绍兴就是蒸菜多 先烧饭池 吃完饭了这些肉 咸肉蒸笋 苏姆斯加肉吃咸肉 都可以 放食咸肉吃酱肉吧 再弄点酱肉吃吃 没干菜蒸昂是鱼哦 这个菜不吃啊 这个菜不吃啊 还有肉吃啊 过去冬粉 哎 然后用这个油啊 用这个油啊 剥一下剥虾 这油烧好远 还有虾 你哥哥呢上学去了是吧 上菜了 这个腌菜冬笋炒咸肉 酱肉 看着就很香啊 枣筍 枣筍 其实这个咸肉和这个酱肉一定要肥 肥的才香 如果是纯瘦的就不香了这个肉 梅干菜蒸昂是鱼 这个其实里面也可以放点咸肉蒸的 这个其实里面也可以放点咸肉蒸的 先脱下来 现在一定要涂笋 嗯 笋好吃 新鲜新鲜的 自己煎的这个咸菜 嗯 搓的笋好吃 嗯 这不吃的很咸 热酱好吃 没有 如果是太咸了,就吃肉粒就不好吃了 好咸好咸 就菜肠是买的厚咸厚咸的嘛 它们盐水进来 就自己盐的好吃 菜肠买不到这种长白菜,对不对 这是那种短的 青菜啊,不是说咸肉有点稍微肥 把它肥的切出来,炒青菜 不光炒青菜,就是家里炒别的菜 你也可以切点那个肥肉粒粒爆一下 很多人不吃这个肥的 其实我觉得酱肉啊,肥越肥越香 是哦 看这个多肥在那边,油往了斤 这种鸡真的不要放油的吧 不用放油 盐也不放,汤也不放 真不放,真熟就可以了 因为我感觉偏咸的话,就可以放汤就肥了 不行 抱一下这边 怕这个味道就 咸肉要洗一下 这个酱也不用吃 酱肉它是酱油爆出来 咸肉是盐腌出来 表面肯定稍微有点 表面还有点盐 有点盐 有点盐分的 这个都挺好吃 很香 看这个里面肥肉 一个人就爆汁 但是不像那个新鲜肉那种肥的那个腻啊 它肥肉虽然肥,但是它很香 就是这样 这个酱肉太瘦了就柴了 一定要稍微肥一点才香 这关你 虽然肥,它不腻 它油已经蒸出来了 看这个肥肉 没多少瘦的 但是很香 这些包起来要卸出来 这个肉不咸吃的香 全是肥的感觉 这个记者的青菜也好吃 这个咸肉 我们都喜欢吃这种肥肥的 好多人就喜欢吃瘦的 如果你不喜欢吃肥 你把上面一些肥的切下来炒菜 把后面瘦的吃掉 把上面一层肉割掉 镜头上也有点那个肉 给它削下来 是哪一层都是内排 做红烧肉 做红烧肉可以的 这个肉其实很嫩的 上面的肉 中间根本没肥的 就是编了个头 这一条肉 就稍微有点肥 就这点肥嘛 嗯 这点还哪有肥的 一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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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花肉 是正宗的五花肉 对 等一下给它清洗 晾干 再腌 现在这个桶底部 撒上一层盐 都是精细盐 都是细盐 直接把焯好的花椒盐 撒在上里边搓 搓好盐以后 一层一层摆到这个大桶里面 这个是后提还是前提 对 前提 全部是前提 也有后提 都买不可能买全部买到前提的 全部买前提 都不可能的 你这不卖给你 对 你后期没卖给谁的 猪蹄全部腌上厚厚的一层 都是新鲜的纸牌 两头都给它切掉 就切大概10公分宽度的这个 这个肉可不好买啊 背面本来肉很厚的 我们全部给它削掉 包包的一层 大家能看到吧 全是新鲜的纸牌 比买那个排骨价钱要贵多了 这个 我们让它切这么长 刚刚好 腌出来以后呢 要吃的是 顺着这个骨缝一条一条 给它切开 大家看到吧 薄薄的一层 这是花椒 不是脏的 使劲的给它搓盐 然后一层一层给它码上去 带骨头的码在最下面 等会有那个五花肉 码最上面 咸排骨摆它满满一层 腌好以后上面摆咸肉 晾干水分的肉开始腌 腌这个条肉比腌那个猪脚排骨简单 一层一层给它摆着齐了 皮朝下 肉朝上 这个肉腌下去以后呢 腌几天中间要不停的给它翻动一下 让它就是下面因为咸嘛 盐往下走的 然后拿起来以后呢 还把它洗掉 把上面的盐分啊花椒啊 全部洗干净 是这样啊 不洗掉的话 它全是盐太咸了 洗干净以后挂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个清爽一点 还有就是把上面的盐分都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每天要喷老酒 然后就是给它晒 晒到干为止 腌一腌的差不多了 带了一包这个 他们自己腌的咸菜回去吃吃 这个腌好以后啊 都是上一批定好的那个人了啊